一只黑猫静止在半空 铁蛋感到奇怪 抓起来就是上下摇 哪只灯光忽然闪烁 铁蛋发现自己居然在网地底下线 他扶着墙壁一步步的往客厅转去 大喊着让家人救救自己 然而时间已经静止 直到铁蛋整个人都陷进去了 都没有人知道 此时他从一个隧道摔下 下一秒 他就站在了一片树林 铁蛋走着走着 却撞见几个野人在杀猪 他想着上去问路 但人家上来就把他抓来吃 铁蛋吓得赶紧跑 见死路一条逃不掉 他又打起电话说要报警 接着趁他们放松警惕 铁蛋转身又是跑 他躲进一个洞窑 哪只脚一摔 他居然再次穿越 从空中坠进大楼 直直地就摔回了家里 家人们赶忙过来看他 纷纷都像在看神经病发作似的 这都是咋回事呢 而铁蛋作为一个油画修复师 最近他常常感觉自己坐马都要陷下去 坐个板凳要下陷 坐个沙发也往下陷 睡床上也都一样 他以为是自己最近太累导致的幻觉 但直到这天 由于铁蛋的画室忘记关水龙头 第二天就把别人委托修复的名画给泡水了 乃至他站在水中 搜的一下 他整个人就往地下陷 再次出来时 铁蛋却站在了片湖泊中央 他有点傻眼 却看见岸边跑来了一群野人 铁蛋吓得连连后退 结果又是搜的一下 他就回到了画室 可还没等铁蛋缓过神来 名画的主人们就纷纷找来 向他索赔泡水的名画 铁蛋整个人都不知所措 乃至隔天在和名画主们商讨赔钱问题时 麻烦却来了 时间忽然静止 铁蛋开始往地底下陷 他疯狂大喊 但根本没人吊他 下一秒 铁蛋就从楼框里钻出 他居然又穿越到了远古时代 乃至身边的野人们 纷纷鼓掌说他是这里的国王 会飞的那种 接着野人又让他飞一下看看 不飞的话 咱们就把你给飞了 铁蛋别无选择 只见他一跃而起 扑斥一声 吃了一嘴的土 而有个野人头子 见他听不懂自己的语言 便拿了一颗蓝色野果 让铁蛋吃下 结果铁蛋还真听懂野人说的话 真够神奇的 乃至下一秒 大伙把他抬上胶子 说铁蛋就是他们的救世主 是来杀掉食人巨魔的 铁蛋都傻眼了 自己只是个名画修复师 哪里是什么救世主 自己根本救不了这帮野人 接着铁蛋给拉了回来 并被野人赐予上方宝剑 准备让他带着大伙去消灭巨魔 他们来到门外的几根石柱子前 长老表示 板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曾经说过 只要人从这里穿过去 就会遭雷劈 铁蛋不信邪 他叫来一个野妹跟着自己 瞧吧 这穿过去不啥事没有吗 于是野人大部队集体远征 却在半路撞见了敌对部队的人 上来就是要和铁蛋干假 铁蛋懵了 想着叫族人来帮帮托 结果他们却说这是神之战争 咱这草民无法参与 但好在有上方宝剑加持 铁蛋一刀就砍翻一个敌人 剩下一个警告他 你完了你 我要回去告诉我老大 走着瞧吧就 族人们都慌了 这怕是要打仗啊 但铁蛋压根不慌 转头就跑回现代 买了本孙子兵法研究 接着回到古代 敌人也已经扎好营地准备打仗 铁蛋先是和手下在高处观察比起 接着就和族人们进行战前演讲 今晚天气有点凉 大家记得盖好被子 明天打仗可别生病了哈 这个男人也太幸福了 刚穿越回古代 就叫来几个美女族人 给自己好好针灸按摩 哪知刚要办事时 现代的儿子就睡不着直喊爸爸 铁蛋无语了 只好回到现在哄着对方 接着他躺在沙发上看起三十六级 下一秒 他就陷进沙发 等穿越回古代时 族人就已经和敌对部落发起了战争 铁蛋立马召回族人 让他们制作好弓箭 接着铁蛋跑去诱惑敌人 使他们一窝蜂地往自己冲来 随后他躲进空心树干 族人就手持弓箭站在高处 一发发地弓箭下去 敌人就给集体团灭 而这一战 铁蛋更是受到了族人的万千尊重 顺利当上了国王 他一边规划自己的王国 一边就享受田园生活 化起了蒙娜丽莎 但国王当久了 铁蛋也飘了 只要有人说的话让自己不满意了 就直接拖走 而这也导致了工人集体罢工 一番围堵就是想让他下台 城市陷入暴乱 铁蛋更是被族人丢进巨魔的山洞 想让他杀死巨魔以来谢罪 只见巨魔人高马大两米八 铁蛋拿着长矛在起脸上就是拼命我 随着一个飞矛过去 巨魔就被直击要害 最后他颤颤巍巍地走在族人们面前 扑斥一下就领了盒饭 族人们开心坏了 再次拥戴回了铁蛋 哪只长老却说 既然你赢了巨魔 那咱们现在就要把你吃了 这样咱就能获得你的力量和智慧了 铁蛋吓得赶紧逃 再次回到了现代世界 经历了这一切后 铁蛋觉得还是自己家人好啊 等他还完赔偿 便再次找回妻子 开始了新生活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时空穿越者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